两段话是什么 等一下会再走过去就看到 往前走 老师透过文物展示 一向学生介绍228事件 就在228周年纪念前夕 台北市教育局26号在台北228纪念馆 举办走毒人权 探索228纪念馆户外教学观摩活动 教育局长汤志明特别前来 引领学生走毒228事件 我们人权的重视 也透过这历史事件 应该要能够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更为重视它 让学生走出教室 走出教室之外 能够到真正历史点上来亲自感受 透过这个里面的更多导族的介绍 可能对历史事件有更多深刻的了解 学生们透过学习手册的问题 引导跟线索提示 阅读与操作展馆中的史料 历史照片 影音多媒体 以及情境模型 看见228事件与台湾民主发展 有学生从中也才了解到 原住民族人也有参与228 看到原住民 就是族群的人 然后有一起参与228 然后反事件 然后他们好像有 组成一个 就是反抗军 没想到原住民 也会参与这场228事件的反抗 然后让我觉得很感人 就是对于228公园成立的历史 和以前228发生的事情 有所了解很多 可以亲眼看到有一些真实的东西或照片 藉由自导师户外学习模式 学生实地踏查 对228事件有更深的认知与了解 进而缩行对历史的意识 体认人权的意义与价值 今天我们在56台北市采访不到 谢谢大家